冬奥的学员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 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前进 这节课呢我们的任务很简单 就一个核心考点 而这个核心考点呢 也是我们第二章最后一个核心考点 聊一聊纳税人的权利义务 以及他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之后 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OK 首先我们就来看纳税人的权利 第一项权利就是知情权 知情权比较好理解 对吧 就是了解相关的情况 我们要了解什么呢 比如说你要了解税收的政策法规 你要了解我们办税的时候程序步骤 再比如说你要了解 与我们税务机关发生了争议纠纷的时候 你可以采取的法律救济的途径 你是采取税务行政负益呢 还是采取税务行政诉讼呢 对吧 以及不同的途径 它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才是可以的 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内容 俗称的知情权 所以说第三个方面呢 大家不要忽略掉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权利呢 说的是保密权 保密权比较好理解啊 就是我们纳税人 有权要求税务机关呢 为我们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来进行保密 对吧 OK好理解 但在这里啊 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点 税收违法行为 它是不属于的 因为呢 税收违法行为 税务机关是要定期的 进行一个公告公事的 对吧 所以违法行为 我们当然是不属于保密信息 OK 第三个 就是税收监督权 税收监督权这里啊 您要关注到 我们这里的监督啊 有两层含义 我们纳税人呢 不仅仅要对我们税务机关 税务人员的违法行为 进行检举和控告 我们同时还要对其他的纳税人 相关的违法行为 进行一个检举 对吧 由此你可以发现两个方面 一定要理解的权一些 不仅是税务机关 税务人员 还包括其他的纳税人 我们都是有权进行监督的 第四个呢 说的是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 纳税申报方式呢 我们前面在讲第五个核心考点 纳税申报的时候 给大家说过 一共有四种方式 这四种方式 您到底选择哪一种 完全是由我们纳税人 自己进行选择的 对吧 既然你自己具有选择权 那么此时不就是你的一项权利吗 没问题 第五个说的是申请延期申报权 第六个说的是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在一页PPT当中的原因 就是因为呀 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呀 就显得特别特别重要了 对吧 OK 我们说过你可以申请延期申报 但是呢 你要在规定的期限内 来给我预缴相关的税款 对吧 两个金额 你选一个进行预缴就可以了 所以延期申报它不等于延期纳税 这个纳税不是我们的缴款吗 没问题 我们说了 如果你有特殊的困难 你也是可以来申请延期缴纳税款的呀 一共有两种情形 说明你有困难 对吧 一个是你不可抗力 你的发生了较大的损失 然后你的正常基因也受到了影响 第二个呢 就是你当期的货币资金呀 你把我们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扣除之后 就是我们的工资和社保扣除之后呀 你不足以来缴纳税款 你也是可以申请延期缴纳税款的 申请的时候是由谁来做决定呢 是由省级的税务机关做决定 对吧 如果批准你延期了 那么你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 最长就是三个月 对吧 不得超过三个月 你在这个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间 我们是不给你加收支纳金的 OK 都比较好理解 我们前面已经做过特别多的强调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给它区分好 就OK 第七个说的是 申请退还多角税款 这项权利是我们纳税人权利当中 最最最重要的 所以这项权利的内容 大家一定要能够把握到位 OK 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 税务机关它有一项权 就是追征税款权 你要追征税款 一定是我们纳税人 他少缴了 对吧 或者是骗取了国家的相关的一个出口退税款 对吧 或者他不缴税款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税务机关也有权利 那么当我们纳税人发现 他多缴税款了呢 如果纳税人多缴税款了 那人家纳税人当然有权 来申请退还 自己所多缴的税款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吧 理解清楚这样的权利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如何处理呢 我们一定要盯住 纳税人多缴税款的这件事情 到底是谁来发现的 如果您定神细时发现 是由税务机关发现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既然税务机关主动发现了 那么税务机关就从发现之起的十日内 你及时的把这个钱给我们办理退还 退还给纳税人 不就可以了吗 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您定神细时发现 多缴的钱呀 是由我们纳税人他自己所发现的 自己所发现的 我们能否申请退还 多缴税款呢 我们一定要盯住两个要点 只有这两个要点同时都满足了 那么我们纳税人才能够行使这项权利 这两个要点 第一个就说明的是我们的起点 一定是从你这个税款呀 结算缴纳之日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结算缴纳税款之日 这是我们的一个起点要拔住 从这个起点开始 多长时间呢 就是三年内这个期限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要点 对吧 从我们结算缴纳税款之日 这个起点开始 如果你是在三年内发现的多缴 OK没问题 你可以向税务机关来申请退还 多缴税款 所以这两个要点 同时满足 我们才能够行使这项权利 把握住 把握住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对于我们纳税人来说呀 他可以向税务机关来要两样钱 两笔钱 这两笔钱的第一笔 就是退还多缴的税款 好说对吧 很好理解 既然我多缴了 那我当然是可以向税务机关来 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 这是第一笔钱 第二笔钱呢 是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我先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要这笔钱呢 原因很简单 既然我们是把钱多缴给了税务机关 对吧 相当于是税务机关占用了我们一笔钱 如果这笔钱 我们不给税务机关的话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些别的事情 从而帮助我们获得一定的收益呀 对吧 所以说你就可以发现这笔钱实际上呀 就相当于是税务机关占用了我们的钱 从而呢 做给我们的一笔报酬而已 那么这笔报酬怎么算呢 就相当于是我们纳税人 然后把钱存在了银行 我们所获得的存款的利息 所以呢 会来加算银行同期的存款利息 对吧 OK 所以就比较好理解了 那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点需要把握住 我们这里要盯住 说的是存款利息 OK 如果考试的时候 把这里给我们换成了贷款利息 你要知道这是坑 因为我们的本质相当于是 税务机关占用了我们一笔钱 对吧 我们把这笔钱存在了银行 所获得这样一个收益 并不是我们贷款 所以呢 不是贷款 因为贷款的利率 要比我们的存款的利率 是要高的 对吧 那么我们税务机关 在给我们的时候呢 肯定是按照存款利率 我们所介绍的存款利息 肯定不是贷款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能够把这个陷阱 跟坑识别到 把我们这里的存款把握到位 不管我们是在做选择题 还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出现了简答题 我们在进行默写相关政策的时候 这里要注意 至存款就可以了 一定要把握住 OK 这是我们纳税人 他可以从税务机关 所要到的两笔钱 那么税务机关怎么做呢 税务机关肯定是会接到 你的相关的退还申请呀 那么接到你申请 之日期30日内 税务机关肯定赶紧要进行什么 查实 对吧 他首先肯定要进行核实 核实完了之后 如果确实是如此符合规定 OK 我们就来办理退还手续 不就可以了吗 在这里您还需要注意一点 我们税务机关发现的话 OK 那就是10日内就给你办完了 如果是纳税人自己发现 你要给我们税务机关提申请 税务机关接到申请之后 人要进行查实呀 查实之后才能办理呀 所以你可以发现 第二种情况的话 它的一个时间相对然就会长一些 它是30日对吧 我们把这些内容呢 做好一个对比和区分 把那些坑 把那些陷阱把握到位就行了 所以我们的第七个权利 这里的内容 大家一定要能够背下来 OK 这是我们的第七个权利 那么第八个呢 说的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 也比较好理解啊 我们税务机关对吧 给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如果我们符合条件了 我们当然是可以来享受的呀 所以我们享受优惠的时候 一定要看看你的条件是否符合 如果你定神细时发现 你的条件发生变化了 发生变化了 我们要及时的向我们税务机关报告呀 那么多及时呢 就是你发生变化之许的 15日内 你要赶紧去报告 如果你发现 你不再符合相关的减免税条件了 对吧 你条件变化比较大 你不再符合了 那你不再符合了 那你就履行应务就可以了吗 所以我们的二和三呢 就是从我们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来说的 条件变了 15日内赶紧报告 如果你条件变化太大 不再符合了 OK 那你就正常的纳税就可以了呗 而我们第一个呢 是说从我们这个减免税政策的期间来说的 对吧 如果说你这个减免税政策 它这个文件截止到期了 OK 也没有后续的新的文件的出台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从期满之日起 那你就正常的恢复纳税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所以两个是从条件来说 另外一个呢 是从期限来说 把握一下就可以 第九个呢 说的是委托税务代理权 对吧 因为我们纳税人呢 在纳税的时候啊 可能某些地方 它就不是很专业 政策不是很了解 对吧 不是很懂 这种情况下 它当然可以委托我们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来从事相关的代理工作了 对吧 你看没问题啊 这是我们第一章所学过的 相关的涉税专业服务业务范围嘛 不就结合起来了吗 没问题 这是第九个 第十个说的是 陈述与申辩权 对吧 纳税务机关 你要给我们纳税人相关的处罚了 那么在给处罚之前 我们纳税人当然是有权利来进行一个陈述与申辩了 对吧 没问题 这里呢 要把握住三个要点 第一个 如果纳税人是有充分的证据 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 建议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法 那么这种情况下 税务机关当然就不得对我们纳税人 实施相关的行政处罚了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即使说你纳税人的陈述身变不充分合理 对吧 也就是说你说了半天 你说的没有道理 就算纳税人说的没有道理 那么此时我们税务机关呀 他也会有耐心的来去给你解释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给你这样处罚 对吧 把原因给你解释清楚 由此你可以发现 税务机关它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对吧 我们来看第三个 税务机关 它不会因为纳税人的身变而加重处罚 对吧 你看有些纳税人的就会说 呀我向税务机关去进行陈述 进行申变 对吧 那我去不断的去说 然后税务机关会不会因为嫌我太麻烦 从而加重我的处罚呢 OK 完全是不会的 因为当发生问题之后 遇到矛盾之后 我们需要充分的去进行一个沟通 对吧 充分的去进行一个辩解 进行一个陈述 但是你陈述的时候呢 你不能胡搅蛮缠 对吧 你可能是有据有理的 然后呢 你去进行一个陈述 对吧 好好说 那就OK了吗 如果你是好好说 进行一个申变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我们正常的一种权利啊 既然是正常权利 那么税务机关 它肯定不会因为你的申变 而加重你的处罚的 我们在处罚的时候 肯定是会依据你的事实 对吧 依据客观事实 来进行一个处罚 OK 并不会因为你的申变 而对你加重 把这一点把握住就可以了 第十一个 对于未出示税务检查证 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纳税人 它当然是有权 有权把你拒之门外 对吧 拒绝你进行检查的 因为你应当出示 我们的检查证和通知书 我们前面已经强调过了 是吧 这里 理解起来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没问题 第十二个呢 说的是税收法律的救济权 对吧 就是你到底是申请行政复役呢 还是申请行政输送呢 对吧 如果说税务机关的某些做法 造成了你的财产货物的损失 我们当然是可以依法请求 国家赔偿了 因为我们前面在讲 税收保全的时候 我们税务机关 不是要进行查封扣押吗 如果在查封扣押期间 我们税务人员的某些做法不当 导致了你的商品货物 你损坏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然可以依法请求国家赔偿 我们也没有问题 对吧 我们第十三个 说的是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 听证权利这里呢 我们把握住两个就可以了 第一个 纳税人如果认为呀 我们税务机关 所指定的听证主持人 你看既然有听证嘛 我们必然会有主持人 如果税务机关认为 这个听证的主持人 与本案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话 我们当然是可以请求 这个主持人进行一个回避的 对吧 OK 第二个 对于应当进行听证的案件 如果税务机关不组织听证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行政主罚决定 当然就不能够成立了 但是我们也有特殊情况呀 比如说你纳税人放弃了听证权 再比如说你的这项权利呢 被正当的取消了 既然你正当的取消了 就表明已经没有这项权利了 既然没有这项权利了 我们没有进行听证 那么此时我们的行政处罚的决定 照样是能够成立的 就把握住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这里呢 一个注意回避 另外一个要注意 什么样的情形下 我们的行政处罚决定 能成立或不能成立 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呢 说的是索取有关税收凭证的权利 你想想 我们纳税人对吧 付了款项了 那么此时呢 我们当然是有权来要求你获得相关的税收 完税凭证了 对吧 获得完税税收凭证之后 这才是我们合理的一个原始凭证 不管我们后续进行增值税的处理 还是企业所在税的处理 我们才能够获得一个合法的凭证嘛 所以说这项税收完税凭证 我们当然也是能够获取的 也是我们的一项权利 没问题 比较好理解 这就是我们纳税人的十四项权利 对吧 虽然内容比较多 但是呢 我们通过分析之后 你会发现 这十四项权利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呢 只需要把握住我们权利当中的那第七个权利 对吧 就是申请退还 多缴税款的权利 这是我们纳税人当中最为最为重要的权利 一定要把那个权利把握住 那么其他的权利呢 结合着我的讲解 再结合着我们前面所学过的内容 我们及时的做一个股顾和付级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纳税人的义务 义务这里的第一个说了 你要依法进行税务登记 对吧 你该设立设立 该变更变更 该注销注销 没问题 第二个呢 你给它依法设置账簿 对吧 然后你相关的发票呢 不管你是开局也好 你是使用也好 你是保管也好 你都要符合相关的 个规定不就可以了吗 再比如说 你要把相关的财务快递制度 快递核算软件备案 这些呢 我们及时的向税务机关来办理 就可以了 你还记得什么时候 要把我们的制度和核算的软件 进行备案吗 就是我们领取税务登记证件 之日期的15日内 如果你是多证合一 OK 那就领取营业执照 之期15日内 如果说你是多证合一改革之外的 那就你的领取营业执照 和你税务登记证 可能就不是一天了 我们要备案的时候呢 就以你领取税务登记证 之日期的15日内 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呢 又是我们前面支持的一个回顾 但是呢 这是属于你的一项义务 一定要及时来做就可以了 第四个呢 就是说的是税控装置了 对吧 我们要开发票 肯定会领取相关的税控设备呀 所以安装和使用的时候呢 你要按照规定来 也是你的一项义务 对吧 再比如说第五个 你要按时如实的进行一个纳税申报 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 就算你没有纳税义务的产生 你也要进行纳税申报 就算你是享受了减免税待遇 那么在减免税期间 你也要按照规定来进行申报呀 这是我们前面都讲过的 对吧 通过我们这些话的回复 您就可以发现 它实际上对应的就是我们按时 以及如实的进行一个纳税申报的义务 前后结合就可以了 第六个呢 说的是按时缴纳税款 对吧 如果你不按时缴纳税款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税务机关比较仁慈 它会给你改正错误的机会 对吧 它会给你一个期限 让你责任来缴纳 如果你敬酒不知知法 就OK 那就从你质纳税款支去 按日来加收万分之五的质纳金 不就可以了吗 第七个 说的是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 它主要是针对我们扣缴义务人来说的 既然你是扣缴义务人 那你就有义务来履行 你代扣代缴和代收代缴税款的义务呀 比较好理解 第八个呢 说的是接受依法检查的义务 我们说过 检查权 是我们税务机关的一项权利 税务机关有权对你进行检查 那么对于我们纳税人来说 你当然有义务来配合人的检查了 而且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检查的范围 对吧 检查的程序和方法 而且我们也说了 如果我们纳税人拒绝对吧 我们税务机关的检查 或者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的时候 我们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对吧 此时不就是我们这里义务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吗 没问题 第九个呢 说的是要及时的提供相关信息 对吧 比如说你要歇业了 你的经营情况发生变化了 你遭受了各种的灾害了 我们要及时的把相关的信息呢 要报送给我们税务机关 对吧 OK 从而呢 便于我们税务机关的一个管理 也比较好理解 那么在义务当中呀 我们重点关注第十个义务 也就是报告其他涉税信息的义务 这个呢 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一共有四件事情 也就是四个要点 实际上呢 前两个要点呀 我们前面呢 在讲税款征收措施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 那前两个就说的是我们税款征收措施当中的 一项措施 就是信息报告 对吧 比如说我们纳税人他欠税了 欠税之后呢 他的金额还比较大 你还记得 我们那个比较大的判定标准多少吗 就是五万人以上 就那金额比较大 你既然金额比较大 那么这种情况下 在你处分不动产 或者是大额资产之前 你就应该把相关的情况 你要报告给税务机关 对吧 税务机关给这段情况之后呢 他就能够采取措施 从而能够保障税款的 及时足额的预备 对吧 没问题 我们前面讲过 再比如说纳税人呢 出现了合并分立的情形的话 而且呢 你在合并分立的十点 你有相关的税款没有缴纳 我们也应该及时的 向税务机关来建一个报备 对吧 而且呢 我们说过 如果A企业分立成了B和C的话 那么此时 A他没有缴纳的税款 就应该由B和C 他们来承担连贷责任 对吧 没问题 我们的三和四呀 是我们在这里呢 新给大家说的 而我们这两者当中 比较重要的是第三个 就说了 从事生产金的纳税人 应当自开立 基本存款账户和其他存款账户 因为我们企业要经营 你肯定要去我们的金融机构 来开立相关的账户 对吧 我们最常用的 就是基本存款账户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 临时存款账户和一般存款账户 等等这些 其他存款账户 对吧 我们要把你的基本存款账户 和你的其他存款账户 要一并的 要向我们税务机关 来进行一个报备 对吧 什么时候报备呢 就从你开立之起的15日内 你要以书面的形式来报告全部的账号 对吧 你看这里呢 我们要把握住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就是全部的这个账户 对吧 就包括基本存款账户 也包括其他的存款账户 就是你所开的所有的账户都要报备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时间呢 就从你开立之起的15日内 第三个 一定是书面报告 也比较好理解 对吧 你总不可能把你所有的银行卡号 你都念给税务局听吧 首先第一个 税务局不可能会记住 对吧 第二个要税务机关也没有时间 去听你嘚巴嘚巴念那个账号 对吧 所以此时肯定是以书面的方式 来进行报告的 所以 这三个要点 大家一定要能够把握住 OK 那有的先生老师 如果我的账号发生变化了呢 那你就从变化之起 15日内 你进行书面报告 就可以了吗 没问题 而且我们这一项报告的信息 就跟我们前面的一项内容 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结合了 就我们检查权当中 我们不是能够检查你的什么存款账户吗 对吧 就跟我们检查权的内容呢 又能够进行一个结合 对吧 而且检查的时候 我们说过 你一定要凭什么 你一定要凭那个相关的证明才是可能的 那个证明是谁开 是谁制作的呢 是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 你去查的时候呢 可以查我们的余额 还可以查我们的什么流水倍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前后知识的一个结合 把握住就可以了 第四个呢 说的是 纳税人有义务 对吧 就纳税人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 向我们当地税务机关来提供有关的价格费物标准 为什么呢 目的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看看 你们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 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呢 对吧 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我们是要进行判定呀 判定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你们之间的相关的价格呀 费物标准都给我们报告给税务机关 有了这些信息 税务机关呢 就能够进行一个判断 从而去看是否需要对你的业务 进行一个特别纳税调整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四项内容 前两项我们前面说过 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三和四是我们新讲的 那么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第三个 一定要把这些细节和内容把握到位 这里的15日呀 我们曾经呢 在单选题当中啊 是直接考核过 我们15日这个规定的 所以15日呢 大家呢 也要能够把它准确的记住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纳税人的义务 也给大家说完了 说完了义务之后 我们就来看纳税人的法律责任了 对于法律责任这里呀 我们在处理之后呢 你首先要盯住 我们纳税人他所犯的错误 到底是什么类型 对吧 只有你把错误的类型把握住了 我们才能够在错误类型的基础之上 我们来更好的看他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为了辩论大家理解呢 我就把他的法律责任呀 一共呢 给大家分成了六类 第一类呀 说的是违反税务管理的行为 对吧 你违反税务管理 肯定要受到相关的处罚 没有任何的问题 税务管理内容 不就是我们前面第二个核心考点 到第八个核心考点所讲的吗 没问题 第二类呢 就是我们采取隐瞒 欺骗的这个手段呀 进行一个虚假纳税申报 那么在这里面 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俗称的偷税 对吧 如果你偷税了 我们应该怎么对你进行处罚呢 第三类说的是逃避追缴欠税 你看 首先我们就是欠税 你欠过加钱 你欠过加钱就表明你犯错误了 对吧 现在呢 你又想采取各种的方法 来逃避我们税务机关 对你欠税的追缴 这属于错上加错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罚呢 第四类说的是 骗取国家的出口退市款 对吧 骗税 你应该怎么来处罚 第五个说的是抗税 对吧 采取暴利的行为 对我们收税的人员进行一个 这个采取暴利的措施 对吧 拒绝缴税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呢 对吧 就是我们所谓的抗税呗 第六个就是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 比如说我们扣缴义务人 他没有履行 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税款的义务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处理 对吧 再比如说 你对这个税收完税凭证 进行一个伪造变造 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 这就是我们把它所分成的六大类 这六大类把握到位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它的一个具体法律责任了 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第一类 说的是违反税务管理行为 我们所要受到的一些惩罚 那么税务管理行为呢 这里一共有九种情形 OK 我的宣说老师 你看 一听这么多种情形 我们脑海当中就觉得特别的累 对吧 这么多内容 我们应该怎么把握呢 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对于税务管理的违法行为呀 我们首先要知道 他们的基本处理规矩是什么呢 基本处理规定 就是我这里 违法法律责任这里 做标白颜色的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规定 首先你违反了行为 对吧 我们要限期以改正 比较好理解 然后呢 就这一件罚款呀 可以处于两千元以下的罚款 然后呢 是两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肯定是情节严重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 法律责任这里 最为基本规定 这就是我们白颜色标的 这是首先把基本规定记住之后 那么其余的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就通过绿颜色呢 给大家进行标注了 所以不同的地方 我们把这绿颜色的 再加强记忆和把握就可以了 我们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来 这是我们法律责任这里 就是把基本的白色的记住 然后呢 特殊的绿颜色的 我们与特别关注 那么情形这里呢 完全就是按照我们 第二个核心考点 到第八个核心考点 我们这样的一个顺序 来进行处理的哈 你比如说 刚开始 就是税务登记呗 没问题 如果你压根就不办理税务登记 对吧 你压根就不办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肯定是责令 以限期改正 但是这个时候呢 是不涉及到罚款的 OK 然后第二个呢 如果你预期不改呢 你预期不改 那么这种情况下 税务机关呢 你没办法 但税务机关可以去找谁呢 可以去找我们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有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 它让市场监督管理局 来吊销你的营业执照 不就可以了吗 你既然不办 不办OK 好说 我让你改 你不改 我就把你的营业执照 让工商机关给你吊销定 好理解 对吧 所以我们情形一 它是不涉及到罚款的 你只需要知道 它不办 我们吊销执照就可以了 那么情形二说的是什么呢 你是办理税务登记 但是呀 你没有按照规定的期限 去办理设立 变更跟注销 你办了 但是你没有按照规定期限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按照我们的基本规定 进行处罚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呢 是与我们的税务登记证 是有关系的 对吧 你看我们办理了税务登记 如果是说多证合一以外的 你要领起税务登记证啊 对吧 OK 那么税务登记证 对吧 首先你没有按照规定去使用 或者是说呢 你对这个税务登记证 进行了转介图改损毁 就表明你的情形 是比较恶劣的 既然是比较恶劣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办呢 OK 当然是对你直接进行罚款 我们也不让你限期改正了 对吧 我们就直接对你罚款 罚款的话 你要定住 我们的起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起点 就是我们一般规定的 那个最严重的情况 对吧 我们的情形三的起点 就是我们一般规定的 最严重的情况 你看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就是我们基本规定的 最高这种的处罚吗 然后在此基础上 如果你还更严重 就就是说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我们的情形三 这一点呢 大家需要把握住 如果你税务登基证的 方面的问题 OK 那么你的只是罚款 但是你的罚款的力度 是比较高的 我们的起步 就是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千严重 就1万以上 5万以下 OK 我们再来看四合五 四合五呀 它说白了 就是针对我们设置账簿来说了 对吧 如果说纳税人 你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账簿 OK 那就是我们的基本规定的处罚 如果说你扣脚义务人 你没有按照规定来设置账簿呢 那么此时 你的区别就在于这里 对于你的罚款来说 你就是5000块钱以下 就5000块钱就封顶了 但是一般纳税人 如果是纳税人呢 那么此时我们是1万元 对吧 纳税人是1万 而我们扣脚义务人呢 最高是5000块钱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进行一个对比和区分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四合五 那么剩余的这四种情形呢 比如说我们纳税人 对吧 没有按照规定 把我们的相关的制度呀 相关的处理办法呀 来向我们税务机关进行备案 再比如说我们纳税人呢 没有按照规定 把我们的全部的银行账号 向我们税务机关进行报告 再比如说呢 我们纳税人 他没有按照规定 来安装使用我们的税控设备 或者是呢 对税控设备进行了擅自的损毁 或者擅自的改动 对吧 再比如说 你没有按照规定的期限 来报送我们相关的纳税的资料 对吧 那么等等这些情况下 我们的处罚就是基本规定 OK 没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了 如果你违反了税务管理行为 而遭受的这种处罚的话 首先把基本规定记住 然后呢 我们把握住这些绿颜色的 这些地方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面最为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设置账簿 这里 对吧 我们的纳税人是怎么处罚的 我们的扣脚义务人是怎么处罚的 对吧 把他们的区别的地方把握住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类 所需要大家关注到位的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采取欺骗隐瞒的手段 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虚假纳税申报这里啊 首先的第一种表现 就是说编制虚假的计税依据 你看看 你的计税依据都是假的 那么在虚假的计税依据的基础之上 我们算出来的税款 它肯定也是假的呀 所以此时怎么办呢 首先责令你限期改正 你把这个错误给改了 然后呢 我们对你进行罚款 你看罚款就直接是五万元以下 OK 把握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更为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偷税 所以这页图 大家一定要能够给备注 那么我们首先就来看 啥叫偷税呢 简单来说 我们纳税人或者扣脚义务人 通过下列的这些手段 从而呢 就造成了不缴或者是扫脚 应纳税款的结果 我们就把这种情况 就称之为是偷税 哪些呢 第一种情形说了 我们伪造变造对吧 或者是隐匿 或者是擅自损毁账簿 或者机账凭证 你看 这些行为 你的最终目的 如果造成了扫脚 或者不缴税款 OK 那你当然属于偷税呀 第二个 在凭证上多列支出 你想想支出多了 您的费用多了 那么您的利润就会少呀 利润少了 您的所得税不就少了吗 对吧 这不就偷税吗 再比如说 您不列或者是少列收入 您的收入少了 您的利润同样也会少呀 您交的税同样也少了呀 所以此时 这就是很显然的 偷税的一个手段 对吧 再比如说第三个 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 你拒不申报 对吧 你看你不申报 税务机关通知让你申报 你仍然还不申报 那此时我们认为你也是偷税呀 OK 第四个就是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 OK 比如说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 我们纳税人对吧 善意取得了虚开的专票 我们是如何处理的 我们也说过了 如果有三种情形 就表明你是肯定是知道的 对吧 既然你肯定是知道 你取得的是虚开的专票 你仍然用虚开的专票 来进行一个申报 那此时不就是进行虚假申报吗 就因为什么 就因为你虚开的这个专票上面的进行税额 要比你真实业务要多呀 那你这个虚开的进行税额多 你抵扣的多 那么从而你不是达到少缴税了吗 从而你不达到偷税的降低了吗 所以说 如果你确实是知道是虚开的 你还要不虚开的这个专票 来进行申报抵扣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你就是偷税 如果说你是善意的 你是不知道的 OK 我们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处理你还记得吗 一定要跟前面的内容呀 进行一个结合 而我们21年呢 在我们的简答题当中呀 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考核的 对吧 就是你压根就是知道它是虚开的 然后呢 你用虚开的这个专票 来进行一个申报抵扣 从而呢 你进行虚假申报 从而造成偷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吧 那显然就是偷税呀 对吧 所以呢 我们21年就是从它知道是虚开的这个角度 来跟我们的偷税进行结合 进行考核的 先把出题角度呢 给大家放在了这里 不要着急 我们后面讲完这些内容之后呢 就会带领了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21年的那道简答题就可以了 既然知道了什么是偷税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紧接着来看一下 它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是什么呢 OK 首先第一个 你既然偷税了 那人家税务机关当然有权追缴 你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对吧 要把你的税款给追缴回来 同时由于你是偷税 我们还要加收支纳金 没问题 对吧 第二个 我们当然要对你进行罚款了 怎么罚呢 就是你不缴或者是少缴税款 50%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所以50%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大家一定要能够把握住 那么这个基数是什么呢 这个基数就是我们不缴 或者你少缴税款的 50%以上 或者是50%以上 5倍下 一定要把这个把握住 OK 如果说你构成犯罪 那你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不就可以了吗 这是我们偷税这里 大家所需要把握住的三个责任 一定要能够把它们全部都写出来 OK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偷税的情形 以及它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这个大家一定要能够给备住 OK 我们再来看第三类 说的是逃避 追缴欠税 首先你是欠缴国家税款的 你本身就犯错了 然后呢 你又要采取各种一转移 或者是引力财产的手段 从而来达到我们逃避 追缴欠税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那你肯定是违法的 就是错上加错 既然是错上加错 税务机关当然已经处罚了 你可以发现 我们此时的处罚 跟我们偷税的处罚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 税务机关肯定要来追缴 你所欠缴的税款 对吧 没问题啊 既然你欠缴税款 然后呢 你就逃避追缴 这种情况下 你肯定要来追加质纳金 所以 追缴税款跟质纳金 OK 然后呢 我们肯定要对你进行罚款 那么罚款罚多少呢 就是你欠缴税款到50%以上 5倍以下 你可以发现 我们这个比例 跟我们这里的偷税 不是一模一样吗 然后呢 我们要来追究 行事责任 如果你构成犯罪的话 你可以发现 我们逃避追缴欠税 跟我们偷税这里的规定 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所以你只需要记住一个 不就能够轻松应对了吗 我们再来看 骗取出口退税 骗取出口退税呢 就是我们以假报出口 对吧 也就是虚假出口 以及呢 其他的一些欺骗的手段 对吧 来骗取我们国家的出口退税款 OK 也比较好理解 情形没问题 关键是如何处罚呢 第一个 既然你骗取了出口退税款 那税务机关 肯定要把你骗取的这个税款 给你追缴回来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对你进行罚款 罚款的时候 你要知道了 它的力度就比较高了 它是骗取税款到 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 OK 我们前面讲的时候 都是50%以上 对吧 而我们这里说的是 一倍以上 但它们都是五倍以下 OK 所以就是骗取的时候呢 是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 OK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税务机关呢 可以在规定的期间内 停止来办理出口退税 对吧 你既然骗取出口退税款 OK 那我们就不为你来办理 出口退税了 见到这里呢 我们就能够立马想到 我们前面在讲什么呢 就是我们纳税人 对吧 购买方 取得了异常增值税 扣税凭证的时候 我们在讲处理办法的时候 说过 对吧 一定要盯住 我们购买方取得专票的 这个用途是什么 然后情形是什么 以及它的这个 应对策略是什么 对吧 我们也说过 一定要分成 A级纳税人 但还有A级以外的纳税人 那么A级以外的纳税人 它取得专票的目的 或者用途 一共不是三个吗 我们第二个用途说的是 出口退税 我们一共讲了几种情形呢 一共讲了四种情形 第四种情形 不就说了吗 你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 而且呢 是在停止办理出口退税的期间 如果你取得了异常扣税凭证 我们是如何处理的 对吧 你看前后知识 不就结合在一起了吗 由此通过这个处罚 我们就能够知道 为什么 骗取出口退税的时候 我们要在停止办理 出口退税期间了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处罚 就是为你停止办理出口退税 对吧 就比较好理解了嘛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构成犯罪的话 我们肯定要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OK 这是我们在骗取出口退税这里 大家呢 所需要区分好和把握好的内容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抗税 抗税嘛 那就肯定是以暴力 或者是威胁的方法 来拒步缴纳我们相关的税款 对吧 你就比如说 我们税务人员 来向你征税来了 你不仅不交税 你还采取暴力的方式 对吧 来殴打我们税务人员 那简直就是抗税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盯住你抗税的程度 对吧 也就是说 看看你情节轻微 OK 不构成犯罪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构成犯罪了 构成犯罪 那你就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对吧 没问题 如果你没有构成犯罪 就是情节比较轻微呢 这种情况下 由我们税务机关追缴 你所拒缴的税款支打金 没问题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处以罚款 这个时候的罚款 你会发现 依然是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 对吧 这跟我们骗税是一样的 但是跟我们的偷税 跟我们的逃避 追缴欠税是不一样的 OK 在这里 你就可以在旁边写一下 如果是偷税 或者是呢 我们逃避 然后呢 追缴欠税 这种情况下 都是50%以上 对吧 然后呢 是五倍以下 对吧 这是偷税 和逃避追缴欠税 如果您是骗税 对吧 或者是抗税呢 那么此时就是一倍以上 对吧 然后呢 五倍以下 对吧 一定要把这些内容呢 我们做好一个对比和区分 实际上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在你的讲义旁边呢 把我们这个图呢 简单的画一画 OK 没问题 这就是我们抗税时候的一些处法 但是呢 我们仍然要关注一些细节 你看 比如说你是抗税行为的话 我们这里一定是什么 你聚缴的税款 对吧 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要是骗取国家出口 对税款呢 那你这里肯定是什么 骗取税款 对吧 也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逃避追缴欠税呢 我们这里肯定是欠缴税款 对吧 如果你是偷税呢 我们这里肯定是谁的事 你不缴或者少缴税款 对吧 也要把我们 不缴或少缴税款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 本质的一些区分的地方 要给它把握住就可以了 让我们在默写政策的时候呢 千万不敢出错 我们要把这些核心的点 都给它关注到位 就没问题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第六类哈 就是其他的违法行为 其他违法行为这里呢 我一共呀 给大家挑选 罗列的四个 大家呢 把这四个把握住 实际上就够用了 OK 前两个呢 实际上是针对我们 代扣代缴和代收代缴 这种行为来说的 我们的第一个呢 是说的是扣缴义务人 对吧 他原本呢 应该履行代扣代缴和代收代缴的义务 但是呀 他没有履行 没有履行就是说呢 他应扣 没有扣 或者说他应收 没有收 此时就表明扣缴义务人 他没有履行这个相关的义务 扣缴义务人 没有履行义务 就表明相关的税款 肯定是没有到了 我们税务机关的口袋里 税务机关没有拿到钱 他肯定得想办法呀 这个情况下 我们税务机关可以去找谁呢 你要盯住 税务机关既可以去找纳税人 他也可以去找扣缴义务人 都是可以去找的 我们税务机关去找纳税人 干什么呢 你要盯住了 去找纳税人去追缴税款 为什么 因为我们纳税人 他本身就有义务来缴纳税款 所以你要是想要税款 那你就去找纳税人 那么对于扣缴义务人来说呢 他仅仅是没有履行 去向扣缴义务而已 既然没有履行义务 那么税务机关去找扣缴义务人的时候呢 肯定去找他要的是罚款 对吧 对他不履行扣缴义务的一种处罚 那么这种处罚你要盯住了 是我们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或应收未收税款的 50%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所以你看这里并不是五倍了 就变成了三倍了 所以这里呢 大家也要能够把握住 所以这幅图 我们大家也要能够备住 就是我们这部分 为什么啊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对吧 他就会问你 扣缴义务人是怎么处理的呀 纳税人是怎么处理的呀 我们要知道 我们税务机关都可以找 只不过呢 我们去找纳税人 要的是税款 去找扣缴义务人的时候 我们要的是罚款 罚款的时候呢 也就是50%以上 三倍以下 OK 那有的选说老师 我们扣缴义务人家 人家确实要履行义务 但是这个纳税人呢 他拒绝 对吧 代扣或者是代收税款 怎么办呢 你要及时的向我们税务机关 来进行报告 你看 见到及时报告 你还想到吗 我们前面在讲 委托代征 这种税款征收方式 就说过 如果代征人 对吧 在代征税款的时候呢 我们纳税人是拒绝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代征人 要及时的向税务机关 去进行报告 什么时候呢 就是拒绝代收之日之时 24个小时之内 你要赶紧去报告 对吧 那么我们扣缴义务人 当然你也要去报告了 OK 这种情况下 既然扣缴义务人 你去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 人家纳税人 不理睬你 那么这种情况下 税务机关 就直接去进行追缴 就可以了 那有的 老师 如果纳税人 依然不缴呢 依然不缴 但是你别忘了 人家税务机关 是可以采取 强制执行措施的 对吧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对 我们纳税人 他不缴 或者是少缴的税款呢 处于50%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不就可以了吗 你看这个50%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不就表明 我们是参照什么 我们这是参照偷税 来进行处理的 你不是不缴吗 你不缴OK 我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然后我对你进行罚款 而且是50%以上 5倍以下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前两个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针对我们的 完税凭证来说的 我们刚刚一开始说过 对吧 如果你对完税凭证 进行伪造变造 那么这种情形 它也是比较恶劣的 那么首先 我们要责令改正 然后呢 处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金钱严重呢 就是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吧 构成犯罪 我们承担刑事责任 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个呢 说的是我们纳税人 向我们税务人员 进行一个刑贿 对吧 从而不缴或少缴税款 接你刑贿的 那么就有点关系 按照刑贿罪 来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然后呢 我们要处你不缴或少缴 税款5倍以下的罚金 你看 见到我们刑事责任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罚金了 如果是行政责任呢 OK 我们一般都是罚款 所以这点呢 大家要做好对比和区分 说到这里啊 就把我们纳税人的 违法的这个责任呢 就给大家呀 就介绍完了 你可以发现内容比较多 那么对于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呀 大家呢 可以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花精力 对吧 先把我们这个 里面的要点 和它区别的地方呢 首先要做一个宏观的把握 但是这部分内容 您学完之后呀 肯定是会遗忘的 对吧 我们学完这部分 相关罚款的内容之后呢 我们不可能一直会记得 我们肯定会遗忘 这属于正常的现象 但是我们一开始呢 先把这部分内容 给把握到位 把握到位之后呢 我们没事的时候呢 把它给拿出来 看一看 多看两眼 看得多了 我们也就熟悉了 对吧 如果您工作忙 没有时间 OK 这部分内容 您可以等到我们考试之前 对吧 考试的前一天晚上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考试 不是下午考吗 您可以等到中午的时候 对吧 再把我们这部分内容 罚款内容呀 您再拿出来 做一个温习 对吧 我们考试上考试之前 能够对它特别的熟悉 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违法责任的这部分内容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这部分的典型立题 对吧 通过一些题目呢 来加深我们对知识体系的 一个理解和鼓固 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看 21年这道新鲜出炉的简答题 实际上呢 我们在前面在讲 发票开具的时候呀 就出给大家讲过这道题目 对吧 讲解了一部分的问题 那么我们依然把这道题目给拿过来 我们再把剩余的问题呢 再给看一下 我们通过前面的讲解呢 大家知道了 我们A企业呀 它实际上呢 是发生了两笔业务 对吧 然后呢 给我们B和C呢 它就分别开具了专票 但是呀 由于我们A在开具专票的时候呢 跟我们的业务实际上是不符的 所以我们才说 A呢 它所开具的这个专票的行为呢 是属于虚开专票 对吧 那么对于B和C来说 由于它本身的业务和开票的内容不一样 所以我们B和C 它显然是知道 我们A所开具的专票是虚开的 对吧 并不属于我们前面所讲过的善意取得 它是知道 所以它当然就不是善意取得了 那么不是善意取得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提案当中问了 那么B和C收到上述专票 并且用于申报抵扣了 那么增值税如何进行处理呢 你看 第一 申报抵扣 既然已经申报抵扣了 我们知道 取得的虚开的发票 我们是不能够作为 进向税额抵扣凭证的 对吧 首先我们把定性给它写出来 首先第一个 你取得的是虚开的专票 取得虚开的专票 我们不能够作为合法的 进向税额的抵扣凭证 把这我们定性的一句话 你要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呢 我们来说 既然你已经抵扣了 而我们又不是合法的凭证 那么此时 我们要做的 就是进向税额的转出处理 不就可以了吗 这就是我们要表达的两句话 所以说 增值税如何处理 首先第一个 你要把我们这个虚开的专票 它不属于合法的抵扣凭证 这句话表达出来 然后呢 你已经抵了 OK 进向税额做转出 没问题 那么将会受到什么行政处罚呢 你想一想 既然是虚开的专票 而我们B和C又知道 而我们虚开上面的进向税额 要给我们实际多 实际多就表明 你是进行了虚假申报 虚假申报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 多抵扣进向 少缴税呀 说明你此时 你的行为就是属于偷税行为 偷税行为 我们对你怎么处罚的呢 我们的法律责任一共是有三个 对吧 首先第一个 我们税务机关要对你不少缴的税款 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追征 对吧 你少缴的税款 然后呢 我们要对你加收质纳金 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 我们要对你进行罚款 罚款的时候呢 一定是你少缴税款 百分之五十以上 然后呢 是五倍以下的罚款 对吧 然后第三个 如果构成犯罪 我们要让你来承担刑事责任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这里仅仅说的是行政处罚呀 那你行政处罚 就是我们前两个就可以了呗 对吧 你要追缴 少缴的税款和偷税金 然后呢 要对你少缴的税款 百分之五十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 对吧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 要让大家把相关的规定 记住的原因 因为它确实会考核 我们相关的默写 对吧 只不过 它不是让我们直接的默写 而是呢 首先让我们进行定性判断 让我们知道这种行为 你是属于虚开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 你受到的行政处罚是什么 OK 我们来看答案就可以了 首先你要知道 我们增值税处理这里呢 要标号续号 标号续号 对吧 你首先来回答增值税的处理 就我们说了 你取得的虚开的专票 不得作为我们净向税额抵扣的一个合法的凭证 然后呢 由于你已经申报抵扣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做净向税额转出 不就回答完毕了吗 对于处罚来说 我们有 我们有如下的这些表达 对吧 首先你要给它定性 你属于偷税行为 然后呢 我们要对你追缴 你少缴的税款和追纳金 然后呢 对你不缴少缴的 50%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你看 只要我们的逻辑思路是清晰的 我们再来写答案的时候 不就能够特别的顺畅了吗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话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忆 一定要把它的内容记忆准确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21年的这道 简答题 给我们大家的一些启示 所以先定性判断 然后呢 再把我们的知识体系的内容呢 跟我们的题目进行结合 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来看20年的这道单选题 下列税收违法行为 可能构成犯罪的是哪一个 OK 他说的是可能构成犯罪的 也就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呗 我们来看 A的表述 扣脚义务人 应扣未扣税款 就表明扣脚义务人 他没有履行扣脚的义务 我们说过这种情况下 税务机关没有收到钱 我们要找纳税人去要税款 去找我们扣脚义务人 是要罚款不就可以了吗 是50%以上 三倍以下罚款 涉及到犯罪吗 是不涉及到的 对吧 所以A 我们肯定是不选的 B说的是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 来办理纳税申报 就表明啊 他是违反了我们税收管理的行为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基本规定是什么呢 让你改证 让你进行罚款 里边有犯罪吗 也没有 对吧 C说的是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 安装税控装置 没有按照规定安装税控装置 也是属于我们违反 税收管理行为啊 违反了税收管理的行为 这种情况下 也是让你责令改正 然后进行罚款 对吧 我们的基本规定呀 有犯罪吗 也没有呀 我们也不选 D说了 纳税人逃避缴纳税款 OK 逃避缴纳税款的话 我们说情节严重 OK 你是要构成什么 构成犯罪的 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所以D肯定是有的 对吧 我们选择4D 不就可以了吗 只不过我们在讲的时候呢 说的是逃避追缴欠税 逃避追缴欠税 和你逃避缴纳税款 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吧 没有问题 你还记得 我们逃避追缴欠税 是怎么处理的吗 首先 我们要把你欠缴的税款 对吧 以指纳金 要追缴回来 然后呢 我们要对你进行处罚 处罚的力度是多少呢 就是你欠缴税款的 50%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对吧 还有呢 我们第三个 如果构成犯罪 要承担刑事责任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就是1 2 3 大家把握住就可以了 我们正确答案 选择的 不就是4D选项吗 OK 对于我们这里的 具体的一些刑事的处罚 比如说 你什么管制军役呀 什么处罚金呀 什么什么的 对吧 我们这部分内容呢 实质上呀 没有必要把握到这种程度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最为关键的 还是要把握住 行政的责任就可以了 对吧 行政责任 也就是责令改正呀 我们罚多少款 对于我们的刑事责任 大家呢 没有必要把握哈 我们没有必要把握到那么深 我们简单的了解就可以了 所以这部分内容呢 从我们的考试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战略性放弃 不用管它 我写在这里呢 只让大家呢 做一个了解就可以 OK 我们来看19年的 知道多项选择题 纳事员在征收管理中 如果享有什么样的权利 对吧 那考核的 不就是我们纳事人的权利吗 我们来看 A的表述 享受税法所规定的减免税优惠 肯定是这样权利啊 没有问题 我们要选 B说的是 依法保管和使用发票 你想想 保管和使用发票 是你的一项义务呀 是你的权利吗 不是 C说的是 依法申请办理 税务登记 变更和注销税务登记 那是属于你的一项义务 对吧 也不是你的权利 D说的是 申请延期申报和延期缴纳税款 OK 这个没问题 这是你的权利 一说的是 依法申请退还 多缴税款 对吧 既然多缴了 你当然有权申请退还了 所以依也是一项权利 所以由此你可以发现 19年的这要多权题呢 就是在告诉我们 到底哪些是我们纳事人的权利 哪些是我们纳事人的义务 对吧 我们也要做好一个区分 对于不仅对于我们纳事人来说 对吧 对于我们税务机关来说 我们不也用一道考题吗 他考好了也是说权利跟义务的区分 所以对于我们纳事人这里来说 我们同样也要把这个角度呢 给把握好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比较简单的题目 我们一定要能够给他做好一个准确的区分 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19年的这道简单题的节选 对吧 问题说的是 该公司多缴的税款 是否可以退还呢 请减数相关的政策规定 一共有几问 一共是有两问的 对吧 既然有两问 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做好序号 给他标好序号 OK 我们先来看第一问 多缴税款是否可以退还呢 OK 就表明他考核的 就是我们纳事人当中的 多缴税款申请退还的这样权利 我们说过 是否能够申请退还 我们一定要同时满足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一定要盯住你的起点是什么 是你的税款节情之日起 多长时间呢 是三年内你所发现的 我们才是可以申请退还的 对吧 OK 如果满足了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申请退还呀 所以我们首先根据我们的资料判断 是否可以 我们就干脆的回答 可以还是不可以就完事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减述相关的政策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两个要点 表述上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资料 具体进行描述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 某公司于2018年的5月22日完成了上年度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 办理了纳税申报 并缴纳税款入库 OK 见到缴纳税款入库 就是我们税款自 节情之日起呀 OK 这就是我们的起点 是哪一天呢 他说的是2018年的5月22号 OK 我们的起点就找到了 我们呢可以写在这里 OK 写在这里哈 2018年的5月22日 这就是我们的起点呀 我们继续来看 2020年的4月份 他发现的 那么OK 我们就知道了 2020年的4月份发现 在我们的三年时间内吗 OK 你2018年的5月22号 你加上三年呗 那就是2021年的5月22号 既然是在我们三年之内发现的 又是多角的 OK 那你当然是可以申请退还了 所以我们的答案 首先第一问就说了 OK 可以退还 然后呢 我们就要来写政策的依据了 OK 怎么说的呢 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 三年内发现的话 对吧 我们是可以向税务机关 来申请退还的 申请退还呢 可以有两笔金额 一笔呢是多角的税款 还有一笔呢 是加算银行 同期算款利息 这不就是我们的一个 政策的依据吗 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结合资料来说 2018年的5月22号 就为我结清碎款之日 然后呢 到了2020年4月份的时候呢 我没有超过三年 对吧 还在三年的期间内 因此是可以退还的呀 你看 逻辑是多么的清晰 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我们的知识体系 跟我们做题呢 结合在一起 就是一一对应 把握住 就可以了 这是19年的 这道简单题的节选 我们前面再看 16年的 这道多项选择题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下列行为中 应由税务机关责令 限期改正 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的 有哪些呢 OK 你可以发现 我们16年的时候呀 对我们这部分题目 它确实是考核了 对吧 我们不同的情形 到底罚的是多少款 OK 我们来看一下 扣缴义务人 未按照规定 设置保管 我们代扣代缴 税款账簿 这不就是我们违反了 税务管理的行为 OK 违反了税务管理的行为 我们一般的处罚 不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吗 对吧 有的选手说 对呀 但是你别忘了 主体是谁 主体是扣缴义务人 扣缴义务人 他没有按照规定 设置账簿 他的处罚是1万吗 不是 他的处罚是5000元以下 所以A选吗 A是不选的 只有谁呢 我们纳税人 他没有按照规定设置的话 才是我们这里的基本规定 对吧 所以说设置账簿 一定要区分清楚 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 一定要把握住 他们容易出错的地方 就是我给大家标绿颜色的地方 一定要把握住 OK B说的是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 办理纳税申报 OK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属于一般的规定 没有问题 B是要选的 C说的是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 来安装 或者是使用 我们的税控装置 对吧 这里是安装 没有按照规定 来安装 OK 是安装 来使用税控装置 有问题吗 也是我们的基本规定 对吧 他呢 也是按照这个规定 来进行处理的 这也说的是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 对吧 然后来将其全部的银行账号 向我们税务机关报告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是基本的处罚呀 也是属于违反了 税收的管理规定 对吧 税务管理规定 也没问题 所以此时呢 我们D也是要选的呀 OK 写在这里 E说的是 扣脚义务人 应扣未扣 应收未收税款 我们说了 对于扣脚义务人来说 我们是要进行罚款的 没问题 但是呢 我们是50%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呀 是吧 不是我们这里的规定呀 表述跟提干不符呀 所以此时 我们选吗 就不选了 那么我们选的 不就是BCD吗 OK 没问题 所以对于这部分的容呀 我们只有是 把他们的区别把握住 然后呢 不停点的往回头看一看啊 熟了之后 大家就好了 我们再来看 14年的这道多项选择题 关于税款征收 与退还的说法 OK 你看 税款追征吧 那就是我们税务机关的权利 退还嘛 那就是我们纳税人的权利 对吧 把这两件事情 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 让我们看看 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不对的 纳税人多缴税款 OK 税务机关发现后 应当立即退还 没问题吧 那么多长时间呢 就是10日内 我们抓紧钱退还就可以了 OK 所以A的表述没问题 B说了 纳税人多缴税款 自结算税款 至起的三年内发现的话 那么可以向税务机关 要求退还 对吧 没有问题呀 我们的起点是没问题的 我们的期限也没有问题 对吧 我们B肯定是正确的 C说的是 多缴税款 退还的时候 应当加算银行同期 贷款利息吗 不是 我们说了 是存款利息 所以贷款 这就是一个坑 对吧 OK 我们要通过这个选项 要把我们的坑 再次识别 不是贷款 而是存款 所以C不对 D说了 由于税务机关 适用法规错误 从而导致我们 那是少缴税款 这少缴税款 谁的错呢 是税务机关的错 那么税务机关 可以在三年内 来补征税款 没有问题 能够加收至纳金吗 当然是不能了 因为你是税务机关的责任 如果是我们纳税人的责任 OK 那你就可以 对吧 所以D的表述也不正确 D说了 纳税人需开发票 少缴税款 对吧 纳税人你需开发票了 然后少缴税款 那么这种情况下 由于你的行为 是一种违法行为 那么我们要追证的话 是什么 无期限的追证 是十年吗 并不是十年 所以E的表述 肯定也不对 那么我们直接选择 A和B 不就可以了吗 没问题 我们来看这部分 大家所需要注意的陷阱了 我们最为重要的 一项权利 就是申请退还 多缴税款的权利 如果税务机关发现 OK 十日内赶紧退还 如果是我们纳税人发现的 一定要把握住 两个条件 才能够申请退还 OK 一定要把握住 七点跟它的实现 把握住之后呢 我们可以向税务机关 要的是两笔钱 一笔钱呢 就是我们多少的税款 还一笔钱呢 我们可以加算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 税务机关 应该在三十日内 对吧 然后呢 及时的办理相关的手续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更为重要的 就是把我们这里的罚款呢 再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统计哈 简单的一个整理 如果是扣脚义务人 没有履行相关的义务的话 OK 那就是50%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如果是逃避追缴欠税和偷税呢 OK 那就是50%以上 五倍以下 如果是抗税 或者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呢 我们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 你看不同的情形 我们一定要把它的一个罚款的力度 给它区分清楚 到底是50%以上三倍以下呢 还是50%以上五倍以下呢 还是一倍以上五倍以下呢 我们一定要能够做好一个区分 区分好了 那么我们这部分内容呢 大家也就能够把握住了 OK 讲到这里呢 就把我们第二章的14个核心考点 全部都给大家呢 讲解完毕了 对吧 你可以发现 我们一共是讲解了12讲 这12讲当中呀 我们的发票的管理呢 就给大家讲了6讲的内容 由此呢 你就可以发现呀 我们发票管理 就是我们第二章当中呀 是个绝对重要的内容 所以发票管理内容 我们大家一定要能够给把握到位 OK 讲完这里呢 给大家分享一句话 最慢的步伐呢 永远都不是魁步 而是徘徊 那么最快的脚步 它当然也不是冲刺啦 而是默默的坚持 所以同学们 我们学习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呢 我们只有每天一点点的往前去走 坚持下去 我们才能够看到希望 所以正是那句话所说的 我们并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 而是因为我们坚持才看到了希望 同学们学习辛苦了 谢谢大家的配合与支持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呢 我们来学习 我们第三章相关内容 抓紧时间休息 多喝点水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同学们 谢谢大家